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天天话题加拿大版风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苏惠文苏珊娜 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继续请新稿大师 为我们继续分享12生肖的运势 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鼠羊的生肖 那接下来就请新稿老师为我们继续分享 谢谢苏珊娜 接下来讲鼠猴 鼠猴的朋友呢今年恭喜你们 因为猴和这个2020的鼠年也是很合的 但是不过呢鼠猴的命宫里的也有凶星 那么怎么能化解呢 鼠猴的朋友 苏珊娜你肯定有鼠猴的朋友 鼠猴子的朋友需要在东南方放一个龙形的画 或者龙形的吉祥物 来增加他今年鼠猴人的运势 下面来讲就是鸡 鼠鸡 鼠鸡的朋友要恭喜你了 为什么呢 鼠鸡的朋友今年有天德福德两立吉星飞到 那运势非常的好了 非常棒 但是也不要得意忘形 为什么呢 它里边又有一个卷舌这个星宿飞到里 苏珊娜什么叫卷舌呢 就是口舌的意思 就是容易有一些口舌的是非是吗 对就需要谨言慎行 简言守语 要小心一点 对 这是给鼠鸡的朋友的一个小小的忠告 下面讲最忠诚的那个鼠像 最忠诚的鼠像是 你才疏狗 对 是 疏狗的朋友 因为疏狗的朋友今年有两粒不太吉利的星星飞到他的命宫 所以说疏狗的朋友需要化解 需要化解是正西方放上龟形 龟啊 乌龟形状的画或者图 因为会吸他命宫里两颗这个不吉星的这个冲击力 对 还有接下来说属猪的朋友 属猪的朋友今年呢 财运不错 但是呢 家人的健康容易出现问题 有个天官福星和王神 嗯 还是需要化解一下的 对 需要化解 属猪的朋友怎么化解呢 需要在他住宅的东南方 放上 比如鹤 鹤者是 鱼这样的 鱼这样的 为什么呢 或者是鱼缸 为什么 说真的 因为呢 这个方位呢 我们三元九月 我们2020年 一直到2024年行的 我们风水命理专业叫下元八运 八运西南这个方位 要见水 才能忘掉 所以才需要有鱼 对 属猪的朋友 本身十二属相里财运 最好的就是属猪的 嗯 属猪的财运是最好的 对 哇 恭喜属猪的朋友了 我就跟朋友们分享完了 属猪的 嗯 那谢谢新高老师 为我们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请新高老师 为我们讲一下 那我们九宫飞星 对我们这个风水布局的影响 谢谢属猪的 九宫飞星 它源自于 落苏 一经起源 也就是 河图 落苏 河图是先天 代表时间 落苏 代表后天 代表空间 那么 我们家宅 九宫飞星 每年 是 不一样的 从中宫 开始起飞 我们从 你住宅 比如属杉娜 你家做一个 坐北朝南的房子 我们的专业叫砍宅 如果属杉娜 你住的是这样住宅 今年 恭喜你一个地方 你家的西北房 一定要善加利用 因为 有一颗 基星 叫 我们叫 八白左辅星 左右的左 辅助的辅 它是正财星 大家都 关注健康以外 就是财运 您家的 西北房 要善于利用 可以做些什么呢 正财位 正财位 那你就放上 原叶或者椭圆形的 土养的 盆栽植物 盆栽 放在西北方 但是不要开花了 因为正财位 不能凋谢的 跟它相对的 今年偏财方在哪呢 是在 你的住宅 手上那里住宅的 东南方 是偏财位 偏财位是 我们叫 六百五曲星 飞临到那里 那里 比如说 你家东南方 要望这个偏财器 就可以养 开花的植物 因为它属于偏财 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说 正财位 是要放绿色植物 偏财位 要放开花的植物 对 你说的非常好 然后 今年呢 再说 你家住宅的 正北方 要注意了 正北方 我们叫 三臂 陆存星 飞临到 你的住宅的 正北方 它是一个什么呢 是飞星 观飞星 这个听起来 就不是很好 打个比方 对啊 比如孟晚舟 她家 我就建议 她的今年 2020年 正北方 就要 放一些 比如说 葫芦啊 吸这种气的 避免一些官飞 是飞 官飞 就是官司 您家的东北方 在建议你啊 东北方 有一颗 很好的 吉星 我们叫一白 贪狼星 为什么早就跟你说呢 像你这 啊 靓丽的女子 如果是单身的话 一颗星 今年 2020年 啊 一白 啊 贪狼星 它是主 情缘 主 男女 未婚男女 也叫桃花味 啊 就是我们桃花韵的 这个方位 对 就是正桃花韵的 是在东北方 啊 那你就要 放一些啊 醒悟一点 像你的衣服一样 火红的 颜色的 元素的 就是 越鲜艳越好 是吗 对 或者红色 开红色花朵的啊 这个是 还有 今年最 说一个最好的 和最差的方位 最好的方位 啊 是哪呢 九子 我们右臂型 右侧的右 臂是 弓箭的弓 中间加百 再加弓 代表辅助的意思 喜庆位 是在你家的正西方 如果你已经是 结婚的人士呢 在这里 要放一些 呈窗呈对的图 或者富贵图 团圆图 增加夫妻的感情 就是在正西方 喜庆位是什么意思呢 喜庆位 我们叫九子 红的发紫的 九子喜庆位 它就是贵人心 又是说 贵人 吸引贵人来 贵人 吸引贵人来 所以夫妻之间 也是互为贵人 单身的人 就要着重东北 这个方位 一定要催旺 最差的一个方位 是住宅的正东方 今年叫五黄大萨型 我们叫联真兴 飞铃到那里 那里一定要是 不能放冻的东西 比如钟啊 表啊 这些能冻的东西 远离那里 那要放安静的东西 或者空出来 那里不能杂乱 可以放些什么呢 可以放些 比如说像这桌子一样 桌子一样 把它压住它 这个很有意思 还有 苏珊大 最好如果有信仰了 信仰佛教的 挂佛像 信仰道教的 道教的天尊 这都可以起个震慑作用 这是正东方 你们家的房屋 刚才说坐北 中间中宫 我们叫中宫 中间这个部位 也不能堆积杂物 因为今天有个叫 破军星 我们叫七次 破军星飞铃到那里 所以说 没问题 苏珊大 我们有事情 你幸运 可以这么咨询 有些朋友 可以线下咨询我 还有一个 如果比如说 您肯定是没有 如果家有学子 有学生的 或者 需要考试 要注重一个方位 你家住宅的西南方向 因为我们叫 四路 文昌星飞铃到那里 你把孩子书桌 或者是学习用品 中国古代讲的比价 放在那里 对学业有提升作用 放一些跟学习有关的东西 就是 对 苏珊大 今天我再奉劝你 你的朋友 有一个方位 大家都注重 正南方 并服星 我们叫二黑巨门星 并服星 飞铃到那 也就是住宅的 正南方的房间 最好卧房不是设置在那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二黑 巨门星 是并服星 它主 生病的 所以说你的 苏珊大 我建议 你今天回去 你家 比如有 有药箱 药箱药盒 放到正南方 吸收这个病气 或者葫芦 悬壶济寂寺 或者畸形的图案 你看古繁体的一字 都以畸 就是 生效那个畸 生效那个畸 畸 它对这个病气 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 吸收作用 感谢您的分享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那么中国的风水和命理 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博大精深 远远流长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 点点滴滴 都孕育着科学的哲理 那今天呢 我们也提前的祝愿大家 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